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莊宇杰 歡迎加入華視一八零零晚間新聞 新聞一開始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發生在臺中的房屋倒塌事件 壓到了三名工人 那麼救難人員趕到了現場 先是救出了一名五十一歲的蔡姓工人 然而緊急送醫之後呢 卻還是宣告不治 另外還有兩名工人 是被壓在瓦礫堆當中 其中有一名受困了四 受困了四十一歲的五姓工人 他的弟弟在第一時間 是也趕到了現場 還衝到了封鎖線內情緒非常的激動 因為他很想要救哥哥 也想要找他的阿嬤 那麼遠景是趕快的安撫他的情緒 而中南隊是已經出動了搜救權 要找出受困的工人的正確位置 那麼根據瞭解 當時三名工人在進行的是 房屋的拆除作業 疑似是這個工法錯了 所以才會導致有七十年以上的老房子倒塌 好不過現在台中市都發局也查出了 說施工的地方沒有設置這個安全的設施 才會導致旁邊的房子倒塌 才會讓這個工人是不幸被壓在下面 那麼現在已經依照了違反建築法 開罰了一點八萬元 並且勒力停工 而倒塌瞬間的畫面也曝了光 挖土機駕駛衝到瓦砌堆上 他徒手斑塊大石塊 因為有名工人被卡在牆面和瓦砌堆之間 下半身被壓住 露出上半身無法自己爬出來 另外還有兩名工人被埋在大小石頭下方 已經不見蹤印 挖土機駕駛不停用手把石頭斑開 這時候幫了鐵皮屋頂開始崩塌 整層樓都往挖土機駕駛那邊砸 掀起大片煙塵 挖土機駕駛趕快跳開 確定沒東西繼續砸下來 他又衝回去繼續搬石頭 要將卡住的工人挖出來 沒把人揍出來挖土機駕駛 情緒低落 受困的三名工人光靠駕駛根本揍不出來 救難人員趕到現場用機具開挖 卡在牆面年約51歲的蔡姓工人先被揍出 但送以後傷重不治 另外還有兩名工人被壓在瓦利堆裡 其中一名41歲的無形工人弟弟 趕到現場激動的要闖過封鎖線 想救哥哥 他除了掛心哥哥 更掛心陪著哥哥工作的96歲阿嬤 阿嬤當時就坐在工地前的休旅車裡 房子倒塌時 還有波及到休旅車 阿嬤被消防員揍出來背著送上警車 到派出所休息 房子倒塌的意外現場是在台中中區的 台灣大道這條巷子裡 根據瞭解當時四名工人在進行空屋 拆除工作疑似地基不穩 導致隔壁的老房子倒塌 除了挖土機駕駛外 另外三人來不及逃被壓住受困 目前41歲的無姓工人 和52歲的陳姓工人還沒救出來 救難人員用光纖鏡頭 已經在牆面戲縫中 大約兩公尺深的地方 發現其中一名受困者的頭髮和手 正在想辦法把他救出來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嗨 我是殷童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